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不曉得最近大家見面的時候就會想說 你去哪裡跨年 你的新年怎麼過的 不曉得大家的新年怎麼過的 但是不管你是在家裡過的 或者是去外地旅遊跨年的 我想你在今年新的年度 一定對自己 或者是對自己的信仰 對自己的工作 對自己的功課有一個盼望在裡面 一個期待在裡面 我們會期待說 萬象更新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會期待說 我把去年的失敗 我把去年的挫折沮喪 或是我的軟弱都一筆勾銷 我們知道 我們基督徒有一個好處 像在基督裡 大家都聽過一句話 在基督裡都是新造 對有人這樣講 在基督裡都是新造 那同樣的我們可以發現 上帝創造是很奇妙的 它不只是使萬物有它的功夫 它的奇妙之外 我們有沒有去想過 上帝創造結期 它有定的順序 有定的周而復始 它這樣的創造結期的更定 其實也是幫助我們 再一次的回歸 在它的面前 再一次又重新的開始 那我們都喜歡新的東西 像有人喜歡 有人喜歡新的包包 新的手錶 新的車子 新的房子 但是有時候 外在改變了 我們有沒有 裡面有沒有改變 甚至有時候 剛才我們講的 面對自己的2015年 你有沒有什麼願望 夢想 有沒有邀請 耶穌基督作為你的保護 作為你的引導 那我們剛才透過這一段經濟 我們來思考 上帝透過耶穌講這一段的比喻 在這個新造的人 我們要怎麼樣在恩典中去邁進 好 這是我們一起同心地口來禱告 好 我們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 謝謝你 透過你所設立的 你所創造的節期 讓我們感受到 在基督裡 我們是新造的人 讓我們感受到 透過節期的更替 你是我們有新的盼望 新的恩典在你裡面 主 謝謝你 這時我們要互相學習 你的話語 你的真理 主 你與我們同在 你保守我們傳講的 聆聽的 都同蒙你的恩典 我們這樣禱告是 奉主耶穌的聖明感恩 Amen 我們剛才透過那個話指示 他有讀這段經文 其實這段經文 耶穌的比喻是在說什麼 耶穌比喻他其實是在說 當時 是猶太人他們信仰的狀況 他們可能 上面用這一段的比喻來說 你們可以先大概介紹一下 禁食 禁食有時候 是要在信仰的歷程當中 就要證明自己的悔改 是多麼的真實 多麼的迫切性在裡面 所以通常會用禁食去取代言語 取代禱告 但是我們要注意到說 有時候這也是一種危險的證明 因為很容易被人拿這個 來當作悔改來看 同時怎麼樣子 禁食我們也可以說是什麼 是吸引上帝的注意 在舊約有提到 舊約的世詩記裡面有提到 這是世詩記的二十章這裡 以色列眾人就上到伯特利 坐在耶和華面前哭好 當日禁食直到晚上 又在耶和華面前去獻安靜和平安靜 同樣的他在詩篇也有提到什麼 基於我 當他們有病的時候 我便穿上馬衣禁食刻苦己心 這兩段話都有談到說 其實有說禁食是怎麼樣子 是去吸引上帝的同在 去吸引上帝來看這一個地 地區或看這一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講到說 禁食的人他可能是為了表達說 他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超越的虔誠在這裡面 但同樣的我們也要去想 欸 這樣子的禁食或許有危險在裡面 因為他如果不是向著上帝 向著人的時候 其實他所表示的他的禁錢 跟他的節制 這是一個危險的事情 所以在這當時 我們可以講說 耶穌他並不是要去禁食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而是怎麼樣子 當時候的禁食是怎麼樣子 屬於是一個劈頭散法 或是故意把衣服弄髒 甚至是怎麼樣子 衣冠不整的走在大街上 所以呢 甚至還有怎麼樣子 還有人把臉塗得白白的 表示自己很蒼白 很虛弱 已經耗盡體力 來尋求上帝的心意 但是這一些看起來是降悲的行動 降悲的活動 其實是怎麼樣子 某一個程度我們可以講說 他可能是有屬靈的驕傲在裡面 因為就 耶穌當時去回應他們這些人 是他們寧可畫地自限的 保持他們的聖聖結 但是卻不願意去幫助罪人和需要的人 那耶穌十分了解 要帶來這樣的觀念的話 要清楚這樣新的觀念去注入的話 很不容易喔 所以呢 他怎麼樣子 他用生活上的比喻 他說了什麼樣的話 他說剛才我們說的話就是 沒有人把心部補在舊衣服上 因為補上的反倒帶壞了那衣服 他用在當時中東的生活背景 下去做這個比喻 我們可以說 欸 心部舊衣服是怎麼樣子 如果有概念一點的 媽媽或是念服服裝設計的 都非常清楚知道 有時候那個舊的衣服已經縮水過了 如果再補上新的兩個沒有 再一起補的話 很容易他一補的時候 心部就馬上把那舊的去抓破 同樣的像耶利耶穌也很 很充滿智慧的用一個比喻 在當時怎麼樣子 他們在裝這個酒的時候 並不是用我們的玻璃瓶 又不是像我們現在用馬克杯 他是用羊皮帶去裝酒 去裝那葡萄汁發酵過後的酒 葡萄汁發酵過後的酒會產生什麼 產生氣體 那這個新的皮帶 他其實他還有用過 他是有彈性的 那舊的呢 他已經膨脹過 已經沒有彈性了 所以當他灌上新的酒的時候 他會去漲破 所以我們看見 耶穌他從這兩個比喻裡面 我們看見什麼 他其實他點出了 耶優太人當時的信仰 已經是由於僵化了 他期待的是什麼 他期待這個信仰是可以去給他 給周圍的 去有更多的愛 更多的憐憫 更多的給予 在這當中 來取代我們剛才原本介紹 他們用律律法來維持自己的聖節 來畫第四線 所以我們從這裡 我們脈絡的介紹 我們可以去想 那一項新的年度 我們都知道 上帝要祝福我 上帝要在新的年度 撒出新的恩典 那你要用什麼態度 什麼方式去回應神 我們有可能 我們是一年 又只一年知道他 但是有沒有一個狀況是 我們有可能是 我們一年又一年知道他 但是我們卻不真正認識他 以至於我們錯過恩典 有沒有在新的一年 你在求上帝祝福你的同時 你在新的一年 你跟上帝說 我要來真正認識你 我要來真正認識你 並不是認識 並不是知道 喔 我來教會 我知道我所信仰的是一個好的神 是一個比外面的信仰 看起來是好好的神 他是一個會幫助我 然後唱唱歌聚會聚會 做做禮拜 上帝沒有要我們這樣子認識他 他是用我們在這一年度 更多的認識他 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新的一年上帝的 透過耶穌基督的性情 要在我的身上有更多的彰顯 我們常常很關心說 欸 有沒有上帝的恩典 有沒有基督的恩典 在我裡面 透過剛才這一段經文 生命記七章十三節的時候 我們再一次的去明白說 上帝他是應許的 他是肯定伺服的 從這個經節裡面 我們再一次的知道 他要這樣子的伺服在我們身上 但是我們有沒有回頭來自行 我是不是有那個新的皮帶 我有沒有這個能力 來承受他新的恩典 新的祝福在裡面 因為就如同我們所說的 新的酒需要新的皮帶 用老舊的去裝 有時候去裝新的恩典 有時候會承受 沒有辦法承受 那我們可以在這邊講說 就如同我們剛才提到的是說 什麼是心造的人 就如同我們一剛開始講的 在基督裡面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像呂正中的那個翻譯本 也有提到說 心造的人是指什麼 舊的生活已經過去 新的生活已經來到 有時候我們都嘴巴知道說 心造 我新的生活 要在我新的年度開始 但是 有時候嘴巴說的 有沒有辦法有這個更 更新的力量 不一定啊 那聖經的應 聖經裡面的 帶條件的應許是很寶貴的 他所謂的說 在成為心造的人 是要在基督裡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想要有新的恩典 新的祝福 我們很關心這個 但是你有沒有在基督裡面 在基督裡面與主連結 有主的生命 你也許會說 有主的生命是什麼呢 我記得在過往的時候 認識一個教會的老姊妹 她怎麼樣子 她可能她的小孩子 智能比較不容易缺乏一點 所以她沒有好的工作 沒有好的收入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她先生常常在眾人面前 就是對她說話不客氣 但是我看到什麼 我看到她總是常常 笑臉影像的一個人 那我們會說 這個人可能是莊莊樣子 但是她其實有很多的見證 我們今天就不在這邊提到 而是我要說 在這個看起來 她可能先生常常都在眾人面前 對她不客氣 但是她卻能夠帶出這個 用看起來我們覺得好像是裝的 但是其實她是用生命來去做見證 那用生命做見證 有時候我們靠自己的意志力沒有辦法 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靠著我的努力 成功 成功需要努力 可是有時候怎麼樣子 成功努力真的可以成功嗎 不一定 不一定 其實是要與主連連結 在主裡面 她或許她沒有 剛才我貼的這個案 這個例子 她可能沒有很豐富的聖經知識 但是她卻行出耶穌基督所教導的愛 她願意真正的憐憫 我剛剛看見她在不多 就是不多有時的時候 但是她卻常常能夠給予 那我想 因為她就是在環境當中去做感恩 以至於她有猜不透 別人所猜不透的力量 以及得著上帝的恩典在那裡 我們常常在新約跟舊約 常常都會有看到說 我們要以感 感謝 以送 以送贊 獻祭做給上帝 就是上帝不是在意的 我們去獻什麼 我們可以說 她在意的 她願意的是 我們有沒有一個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不是一個很隨隨便便的 感恩的心是一個準備給的 並不是一個準備得得的方式 我們可能說其實每個人 就像我們剛才一般講的 每個人都祈求去得著恩典 得著盼望 得著從神那邊得 得著什麼 但是感謝的人 是準備對上帝是有獻上的 是對上帝是有一個感謝的心 我們常常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講說 爸爸媽媽是願意施恩給做兒女的 這是肯定的 但是有沒有一種比較小孩子 他還沒有爸爸媽媽還沒有施恩典的時候 有沒有遇上這樣的小孩 可能還沒有施恩典的時候 他自己就像上帝獻上 像父母獻上感謝的心 上帝對他的回應 是不是更大更多 我們可以講到說 上帝是不是需要透過人 不斷的給人 有好處給人 才會換取對他的敬拜 對他的愛慕嗎 我想不是的 上帝並不缺乏 上帝喜歡給我們恩典 是出於他的屬性是慈愛的 是滿有怜悯的 我們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從詩篇的 這詩篇二十三篇的 云寫面這一個作者 他有提到說 他們犯的 是因為他們獻了記 跟他們的生活 是相互違背的 我們可以在這裡再次去想說 感謝是什麼 感謝是 不是你要從上帝得著什麼 而是要在他的裡面 去得著他為你準備的 你預先獻上感謝 感恩也代表什麼 感謝也代表什麼 感謝有可能也是代表 一種順服上帝的安排 我們都知道 我們的生命的歷程 有很激情 像昨天有一個告別式 這個年長的長輩 他的生命在晚年的時候 有不一樣的經歷 甚至是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我們也有可能 是會有不一樣的挫折 不一樣的沮喪在裡面 但是我們都知道 聖經上面講了一個 我們知道的話 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德無處 也許我們會說 這種過程當中是痛苦的 是沒有辦法承受的 但是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要看見上帝經歷 我們要看見上帝的帶領 我們要去體驗上帝的屬性 我們要在當中 看見上帝的恩典 是多麼的夠我用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常常去埋怨 常常去抱怨 抱怨我們的環境 我記得我有看過一個小故事 我忘記這個作者是誰了 他有提到說 有一個聖經學學者 他有提到說 他在生活當中 他遇到匿應境的時候 在他的日記上 他寫了什麼 一般人可能錢包被搶被偷 可能就是唉 將因為要辦手續很麻煩 但是他用這件事情 來去經歷 來去學習操練 操練對上帝的感謝 他又講怎麼講 他的理由可能 一個意念進來 還好他是這一次 第一次 僅此一次被搶 並不是常常多次被搶 或者是他也有寫到說 還好他被搶的是錢包 他的身體沒有被傷害 或者是有沒有你 有遇到這樣的經歷 還好我失去的錢不多 有時候我們會透過 在上帝面前 在不一樣的事情上面 去跟上帝 有一個不一樣的回應的時候 上帝要看你的回應是這樣子 你是我蒙我喜悅的孩子 而他就要大大的施恩 大大的祝福你 在你的生命當中 在你所不能面對的當中 有可能我們會說 唉 我感謝主 我在醫院工作 但是我的身體健康 因為我們都知道 因為有時候環境 有時候看起來乾乾淨淨 有時候是髒 我感謝神 我是健康的身體 有時候我在職場上 我覺得我的工作壓力 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感謝神 祂帶領我一次又一次的 勝過我所不能夠勝過的能力 有沒有在新的一年 我們跟上帝要恩典 更多充滿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一個新的態度 新的方式 去向上帝說 主在你預先 為我 私於我的恩典的時候 在新的開始 我們去向神 以一個新的方式 去向神回應 不只是在信仰上面 更多的認識神 我對上帝的態度 不再是被動的 我對神的態度 不再是來唱唱歌 來敬拜神 我覺得來教會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好的信仰 當然你們並不是這樣子 有的人會想說 這個我來這個信仰呢 是怎麼樣子 讓我可以免去 不要擊敗其他的神 然後 他沒有直接這麼講 但聽起來好像 這個信仰讓我比較高貴嗎 但是我想並不是 就如同 耶穌透過今天這個比喻 告訴當時的人 也一樣告訴我們 在新的年度的開業開始 我對上帝 我對我的信仰 要有更多更多的認識 以至於我在這一整年度 我要得到 因為這樣子 我要去經歷上帝 在我身上 奇妙的作為 我要在這 因為預先的獻上感恩 我要在新的年度 經歷到他奇妙的帶領 我要在這樣子的作為上面 經歷到我整個信仰的歷程 我的凌晨 要完全的被打開來 我們可以說 新的恩典 從哪裡開始 新的恩典 從我們有新的作為 從我們先願意去付出 願意給予 願意感恩 感恩 每一個人 都有可以向上帝獻上感恩的 所以就從這個開始 作為我們新的年度 通往上帝 對我們預備的恩典的開始 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好 愛我的父神 主 主 主 因為這些的經歷 使我們更明白 主 主 你的慈愛 你的恩典 夠我們用 然後 主 在新的一年的開始 我們要在這裡 在新年 在新年的第一個禮拜 向你說 主 我不只是蒙 蒙你所喜悅的孩子 主 我不只是 蒙你恩典 滿滿祝福的 2015年 主 在新的一年 我要打破我 原本的思維 認識你 我要真正的 明白你 不再是知道你 主 謝謝你 我們預先 為你在2015年 為我們預備的一切 獻上感謝 謝謝你 始終不斷的用恩典 慈愛 充滿我們 我們這樣祷告是 奉主耶穌的聖名感恩 阿們 我們用這一首歌 來去回應 2015年 上帝開始 對我的祝福之前 用這一首歌 來回應 上帝 在這一整年當中 為我們所預備的一切 祝福來的心 相扶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 一个人的心 必受生命破碎 从你而来 比温柔鲜美 我的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我的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我的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观念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你抹去 我所有枷锁 你抹去 我所有重担 你抹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命 为了所有重担 我的恩典 你倾而散顾我 我的恩典 你保险为我留 我的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观念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再一起唱歌 说 我的恩典 你保险为我观念 我所有重担 必充满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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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观念 我的恩典 你尊贵荣耀为我观念 我的罪 必充满赞美 我们一起再一次的向神献上感谢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是如此的渺小 但是你却愿意卷悟我们 主 谢谢你 在2015年的开始 我们用这首歌来向你回应 我们对你的爱 向你回应 祢在2015年 为我们预备 所有一切的公布 主 谢谢祢 无论我们在2015年的 生命的情况 主 我们确信 我们要在祢面前 更多的认识祢 我们确信我们在祢面前 是一个 施恩 是一个怜悯的器皿 是祢爱的见证人 是祢爱的管道 谢谢祢坚修我们 成为一群 被祢恩典 充满的见证人 主我们感谢赞美祢 谢谢祢用 永远的爱 保保我们 我们藏祷告是 祢坚主耶稣的圣明感恩 阿们 谢谢主 圣地的恩典 恩慈爱 丰丰富富的 你们 than 我们一说 我们也计友 好 阿们 青 现在